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轮联赛前六名都可以参加欧冠资格附加赛 前两名获得欧冠资格赛 参赛资格 标准烈日也是得益于奇葩赛制 本来以联赛第六的成绩是欧联杯都打不了的 但是经过十轮附加赛以六胜三平一副的成绩成功逆袭获得亚军 球队在休赛计划了主帅 同时买断了在附加赛上表现出色的前锋卡赛拉 使之安心在队内踢球 还签下了五名中后场球员 进一步提升了球队的战斗力 使球队在攻防上提升了一个层次 同时也增强了板凳厚度 由于比利时冠亚军是直接进入欧冠第三轮的 所以本赛季并没有其他欧冠成绩可以参考 阿贾克斯在上赛季以25胜7平二副区聚联赛第二名上轮比赛中 以总比分三 一击败格拉茨风暴成功晋级第三轮 从上赛季成绩可以看出目前的球队相比以前面临着很多问题 后腰舍内虽然还在当打之年 但是由于商定的因素 竞技状态已经下滑了一个层次 防守有些跟不上节奏 球队员勋亨特拉尔显得老慢 屡屡错失战机 主要是体能状态已经跟不上反应 心有余而力不足 可以下放作为超级替补 另外买一名主力前锋 这样才有机会在欧冠上走得更远 由于两队低缘关系相近 曾有多次交手记录 但是不论是欧战正在还是友谊在 阿贾克斯都占据全面的优势 预计本场比赛标准烈日1比2阿贾克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